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仗打赢了也不可能升一级当天子 但是如果打败了恐怕继承权就要不保了 子孙后代都要跟着遭殃 这么一分析利弊就很清楚了 太子深打赢了不会有任何好处 打输了就会有致命的害处 那么明智的选择只有一条不打 如果太子深觉悟够高的话 应该言辞斥责这位徐先生 呸 你这个奸诈小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就一点没有为我们卫国的国家利益做考虑吗 我这次挂帅出称 肩负国家存亡的重任 我哪能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呢 苟立国家生死矣 其因祸福必去止 但太子深啊 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当即就被徐先生说动了 好 就听你的金语良言 我这就办事回朝 你看 当你理解了徐先生的分析 看过了太子深的表现 就容易明白古代社会的外交逻辑了 我们看世界啊 特别容易陷入逆人化的眼光 被集合名词误导 把集体当成个体 这时候就很需要佛学的拆解技术 把一个集体拆解成若干个个体 跳出集合名词制造出来的逆人幻想 看看卫国 谁能代表国家利益呢 像太子深这样 可以深刻影响国家利益的人 在做决策的时候 未见得就以国家利益优先 权力场上的精英们 各有各的小算盘 这就给弱国搞外交 创造了无限的斡旋空间 情报工作因此变得至关重要 对每位权贵心理的小九九 掌握的越多 对权力场上勾心斗角的关系格局 理解的越透 外交斡旋的余地也就越大 古代政治最基本的两个道理是 第一帝王将相都是有私心的 并未因为位高权重 就天然一切以国家利益 或集体利益为重 第二任何一个高级职位 都存在很多觊觎者 巴不得在职的人赶紧出错下台 在太子深的身上 这两个道理都占齐了 所以他才要马上退兵 避开一切可能会让自己犯错的事情 但是权力场上还有第三个基本道理 徐先生是这么说的 您现在想回去 恐怕不容易回得去了 因为一定有好多人 穿多年出兵打仗 为的是自己有机会捞好处 推想徐先生的意思 是要太子深拿出力排重力的决断力 徐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看出了管理者的不得已 而我们一般人只觉得管理者高高在上 发号施令 下面的人卑躬屈膝 再不情愿也要遵命照做 事实上呢管理者经常会被下属裹挟 虽然未见的真的拗不过民意 或者下属们的集体意见 但有时候要想拗得过 不但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还要承担相当程度的风险 一旦很不下心 也就被裹挟住了 问题仅仅在于裹挟有真有假 让群臣劝劲 自己不得不适应民心搞篡位那种 基本上都是在做戏了 但真的裹挟呢也有不少 很让那些不够强硬的管理者们头疼 太子申遇到的就是这种难题 所以刚一提到撤军 他的驾驶员就先有意见了 说大将出征 仗还没打就撤退 这和吃了败仗有什么两样呢 你可能觉得奇怪 一个驾驶员而已 就算仗打赢了 他能捞到多大的好处呢 这就需要留意当时的作战传统了 统帅战车上的驾驶员和警卫员 都是有身份的人 至于打胜仗之后的好处 就拿刚刚讲过的金献功来说吧 他的警卫员弊万 受封为大夫 拿到新抢来的魏国当封敌 驾驶员赵素 同样受封为大夫 拿到新抢来的耿国当封敌 好处实在是不一般的 即便在司马光的时代 以宋条这样高度文质的政权 也免不了武将总想惹势生非 因为武将啊 只有打仗才有机会立功 立不了功呢就没法升官发财 更没法体现人生价值 他们蠢蠢欲动的劲头 经常把皇帝都搞得很无奈 太子申这时候就更无奈了 没办法 被裹挟就被裹挟吧 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了 你也许会想 如果徐先生能在太子申大军开拔之前 就提出建议 结局会不会不同呢 事实上啊 那时候还真有人做过努力 不让太子申出征 但这个不是为太子申好 而是另有一套权谋心机 战国策记载 在太子申接受任命之后呢 有人啊 去找公子李的老师 献祭献策去了 公子李是太子申的弟弟 如果按照今天的称谓习惯 这俩兄弟呢 应该一个叫魏申 一个叫魏李 你可以假想一下 太子申的挂帅出征 对于公子李来说 是好 是坏呢 这个时候公子李该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 这位说客帮公子李出的主意 和徐先生给太子申出的主意 很有异曲通工之妙 都属于百战百胜之计 局面啊 不管怎么变 都能让公子李从中获利 主意呢 是这样的 要公子李到太后跟前哭诉 不让哥哥出征 我们普通人啊 就算起了坏心 想到的也无非是隔岸观火 乐得太子申出去冒险 反正打赢了没好处 打输了就会大概率丧失继承权 到时候也许就会轮到公子李继位呢 那为什么他还要阻止太子申出征呢 这就是人家说客 技高一筹的地方 如果阻止成功 公子李不但自己当了好人 会受封赏 还卖给太子申一个天打的人情 如果阻止不成 公子李就可以坐等太子申 兵败身死 自己可以承袭太子的身份了 难道太子申就一定会打败仗吗 人家是这么分析的 太子申年纪轻轻 对行军作战没有什么经验 而齐国那边 田班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孙秉 善于用兵 所以太子申毫无胜算 一定兵败被擒 这段分析 很能体现当时的收服术 所能达到的水准 核心技巧有两个 一是策略可以左右逢源 让当事人不必有任何纠结 二是把盖然性 说成必然性 斩钉截铁 根本不给人留下质疑的空间 我们今天置身事外 当然可以轻易提出质疑说 难道太子申出征必败吗 战争充满了偶然性 谁敢保证哪一仗必胜 或者必败呢 再说卫会王 一代英主 难道老年吃大饭了 非要送长子去送死吗 退一步说 就算真的打了败仗 太子申 难道就一定被擒吗 就算被擒了 难道一定就没法活着回来吗 这些质疑啊 都是旁观者才有的 而作为当局者 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呢 理智的防线 天然就会松懈 人会不由自主的 被武断的语言 感染了情绪 今天的各种营销话术 仍然沿用着这种策略 只要把话说的板上钉钉 仿佛事情啊 就真的板上钉钉了一样 偏于严谨的表达 是营销大忌 如果那位说客说的是 太子申一旦出征 打败仗的可能性比较高 如果打了败仗 背勤或者死亡的可能性 也比较高 那么话虽然变得更在理了 但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权力场总是这样的 借用麦克白剧中 道纳本的一句台词 越是跟我们血缘相近的人 越是想喝我们的血 英文的原文呢 很有修辞的色彩 容我引用一下 The near in blood The near bloody 宫斗戏已经够精彩了 战场上的打戏 又该怎么演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还遇到过 哪些厉害的收服术 能不能做个分析 欢迎在留言区 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见